豬妈妈冰店怎么开始的 一开始是大概十几年前 就跟一个卖冰的师傅学做冰的过程 那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自己去改变一些口味上 还有食材上的变化 你们一开始有学什么基本的做法 煮豆类 炒糖 基本食材的一些就是成品 但是如果像一些像粉圆啊 汤圆 还有爱玉仙草 烘柜这些都是现成的东西 就是有厂商提供 所以我们基本上学的就是一些红豆类的芋头地瓜 那煮这些豆类有什么技巧 那不是家里每个人都会煮吗 红豆绿豆就是煮烂而已 时间控制 还因为每一季的豆子它的湿度不同 你所要的水分时间也不一样 就每一批都要调整就对了 新豆跟旧豆有差别 但是你第一袋煮下去 你就会知道这一袋的豆子 大概是时间要抓在多少 所以一整袋来你们会先做一小锅 试验就对了 也不会 就是我们也是先煮 但是我们在煮的过程中 会知道说 它的豆子的软爛 吸水度 因为豆子 旧的豆子 它的吸水度是 比方放室内久了 它一定会湿气 那就会慢慢的 湿气比较重 对对对 所以水分拿捏上 就会 还有火候 那另外还有煮糖 煮糖水也很重要 很重要啊 冰的灵魂 然后你们从一开始的学到你们现在 有没有什么改良 你们自己有没有做什么进步 做法是差不多 但是在食材的选择上 我们就是比较坚持用台湾的糖 二砂糖 那冬瓜也是 我们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化学合成的嘛 所以如果不会煮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叫糖水来 糖浆来 我们没有做过这样子的 我们都是自己炒糖的 我知道啊 很多人如果一开始创业他不懂的话 他是不是就会直接全部都叫厂商 这样当然是快 可是因为一定是比较不好吃吧 对啊 但是因为我们 你跟人家叫的 你保存期限啊 我们这都很新鲜啊 对啊 像那个手摇影 他们也是叫大同的果糖 嗯 不过吃冰应该是那个糖浆非常重要 很重要的 那个就是主要的味道的那个来源 对 因为如果你糖 炒糖的过程中 如果你时间没有拿捏好 也很容易过焦啦 会产生苦味啊 然后经过十几年到今天 然后中间一定会有些调整 不管是食材 或者是要增加很多新的食材 因为大家爱吃的东西 应该有点不一样 欸对 这十几年来做的 一开始就只有刹冰这个东西 其他的品项都没有 是这十几年来就是慢慢增加跟调整进来的 像后来有雪花冰嘛 那雪花冰是因为就是有些客人来的时候 小朋友会 他会问 对小朋友喜欢雪花 那大人可能喜欢刹冰 那因为一家店你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后来我们就增加了雪花冰这个品项 那雪花冰之后我们又因为南部嘛 我们有一些水果的东西 所以我们后来有因为季节 再去增加草莓的部分 还有芒果的部分 对然后还有再加上 因为像冬天嘛 有些客人很喜欢吃料 但是他就不想吃冰 那他常常就是买了料 然后他回家告诉我说他回家加鲜奶啊 或者加开水这样 后来我想一想说 那其实要去就是满足这些不同需求客人 后来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就是嫩仙草的部分 嫩仙草就冰冰凉凉的嘛 豆花冰冰凉凉 但是他只要铺上料 客人一样是可以吃到猪妈妈的料 但是不一定要吃冰 我懂就是因为客人的需求越来越多 你们就一直要增加 对 那一开始是不是要到处去问 如果你们不会的话 就要问人家或是去网路看人家怎么做 对 要不然就是我们会去上课啊 就是也是有很多碰论教室啊 也是有很多就是 人家会愿意教你的这样子 你自己也有去上课啊 嗯 你有学什么 我以为你们已经很厉害了 还要去找 我们要去学别人的技术 再回来研究自己的技术 这部分就是 因为东西都可以煮出来 但是 就好吃不好吃 别人的技巧在哪里 那再去加上自己怎么做 那我们不一定是最厉害的啊 我们会去学别人的技术啊 对 好那卖冰是不是都是做半年修半年 没有 你们冬天有做吗 有啊 还是卖冰啊 对 还是有人吃 有啊 还是有人吃 像早上就很多 年轻人会来挑战吗 还是 如果以冬天吃冰的客群 男生比较多 那是我觉得好像年纪大的也很多耶 我在网路很多人会拍照打卡 然后会吃什么霸王冰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 那客人会不会来问你们有没有卖这样的冰啊 会啊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冰啊 是因为我们的冰原本就已经很大碗了 一碗可以二到三个人去分享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在卖几倍什么霸王冰那种东西 所以好像你们的冰便宜又大碗料又实在 好像是你们网路上很多的评价对不对 对而且我们现在有百分之八成以上的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所以在品质上还有就是食材的空管上啊 我们比较好去哪里 如果说我们都是食材是叫现成的 那今天他只负责送货来 我们跟他反映食材中 我们觉得不妥的他可能也不会 为了你改变 因为他是一个标准的配方 我觉得后来有一些做冰材料的他品质没有那么到一定 因为他毕竟不是那种就是 搞不好有些也是家庭工厂做的 所以就请几个师傅在做 对对对然后像有时候今天的婚贵过软过硬什么之类的 他也不太会去理会我们的一些给他的意见 所以后来我们就很多东西都自己做 我刚开店的时候接手做的时候是 前一段师傅他是教我就是大概五成是现成食材 一半一半就对对 但是因为后来那些现成食材啊 我觉得他的品质没有那么好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就是自己学啊就是有上课 那也有请别人教的时候慢慢的再去改变另外那三层是属于现成食材的部分 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还是得半成品啊 比方像粉圆粉嚼粉 他一定是半成品 买了自己煮 对 可是自己煮也是有功夫啊 哦对啊 一样的原料 别人煮跟你煮 对啊 食材啊跟那个就是水分的拿捏 还有时间控管啊火候都是有差 每个人煮出来的一定不一样 我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就是至少中间过程加了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知道的 我我今天用的哪一袋粉 我今天叫的是什么样子的素薯粉或者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可以知道品牌啊什么 对但是如果是他做好的成品我不知道他加了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他过程中有没有去 偷工减料 对啊 我知道有些人会用工业的东西来做吃的在害人黑心商品 我们是都没有啦 我们都是很正常的东西 你吃到的昆贵就是就是比方说以醉昆贵汤圆这些我们就是基本上的素薯粉再加上水 那我们去以我们的技术去做成他的软Q度做调整 对 你觉得麦冰最辛苦的是不是就是在准备食材这部分 对 就每天要一直不停的煮吗 对因为一碗冰要呈现在客人面前的时候他需要的食材是十几样以上的 就每个人爱吃的东西不一样 对所以你不可能只有两样料就可以开冰店 你不可能只有三样料你就想要开冰店 你一定要有各式各样的料让客人选择 那你在备料过程中当你只有五样料的时候 客人一来就说啊怎么只有五样 他会觉得是要很多的 我懂因为大家都喜欢丰富嘛 每个人都吃一点这样 好然后这个料什么东西他卖完他可以隔天再用 那什么东西他一定要报废就是没办法隔夜的 粉类的东西 他会变硬对不对 粉圆汤圆 然后粉胶粉条那些玉圆啊 还有烹粿那种就没有办法隔夜了 因为他只要是粉类的东西 他到冰箱就是会变硬啊 但是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做久了我们在控管上 其实可以知道今天的量是大概在哪里 所以都不会有过度要报备的情况 不会除非遇到下雨天突然变天 对就是可能我们已经煮好了 那下雨天了那可能雨下下来的话冰店生意就会有差 一开始会不会舍不得全部自己吃 不会吃不了 会请别人吃 最后快要打烊的时候还是要赶快清点 对要不然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 就会跟他说你要不要加一点粉圆啊 或加一点糖圆就是让他就是送他 对对对 就是不要丢掉浪费这样子 因为丢掉也很可惜 好那你们每天早上要多早开始起来备料 因为煮粉圆好像也要一点时间 尤其是像偶尹是不是更花时间 我们大概要提早一个半小时 先备一些就是 像豆类的东西没有当 没有办法当场煮当场卖 他就是前一天备料 芋头地瓜也是 因为他需要蜜糖跟冷却 你热热的食材是没有办法卖的 所以他一定要蜜糖冷却 然后再送进冰箱 所以我们如果像当天现场开店的料 就是要现场马上煮的就是粉圆 一堂圆那些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那我知道你是从一毕业就开始接冰店 一直到现在 没有在外地工作过 没有 真不好意思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想要去外面闯一闯 我一开始没有想做冰店 我一开始就是想要去银行上班 因为我觉得银行工作就吹冷气 穿的漂漂亮亮 对对对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想做 我毕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我只要去 我最想去银行上班 因为有冷气吹 然后一到五上班 然后就是不用六日 但是我接了冰店以后 跟我完全不一样 你做十几年 你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 觉得很辛苦 然后觉得很想脱离 然后一直到现在 比较能够自得其乐 不会 我一直以来都还蛮 安分守己 真的 我知道你们生意很好 可是有时候你不会觉得好累 都没效忌 不会 因为有一个认知啊 就是冰店他忙的时间就是那段时间 那那段时间你就是 我就是会 好好努力用功 工作的那种 那冰店的淡季的话 那要休息要放手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 可是即使淡季你们也不能够 就是休息太久啊 没有啊 客人会问吧 对啊我们没有休息很久 大概一两天而已 要不然顶多就是出国这样而已啊 没有做长期工修的 没有因为 因为还是有客人会吃冰 就是很多老客人的期待嘛 对 就变得你们有个责任感的人 有些客人是冬天才会出现 哈哈 他吃热的吗 因为他说没有 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些老年纪比较大的阿伯 他会跟我说 中医说冬天吃冰才是 正确的 对 所以他只冬天出现 我只要我冬 我夏天都看不到他哦 可是我只要冬天哦 寒流啊还是很冷很冷 他每天都出现 对 他的养生之道 对就是冬天要吃冰 你们的冰有外送吗 有配合一些Uber 有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后来有配合熊猫 可是要怎么克服那个冰龙化的问题 当然就是我们中间 一开始跟熊猫配合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就是 消费救服的冰龙化 对对对对 对冰龙化后来就是 我们会尽量就是有一些备注 在熊猫上面跟客人说就是 糖水可能我们会帮他另外包 因为糖水的部分他会 让冰慢一点点融化 但是因为这还是有关系到外送员啊 他如果跌单啊 或者是一次收了四家的冰出去的话 他可能到最后还是会融化 所以我们都会跟外送员说 就是哪一个是部分 但是我外送员都会跟我说就是 他们是电脑配单的就是 也不是我跟他说 因为有些雪花是真的很容易融化啦 哦那是雪花 那如果一般的刹冰 就是要把冰跟糖水跟料分离 不会 这样才不会融化的比较快 对 就跟那个吃面一样 那个面跟那个汤也要分开 不然面就烂掉了 对会吸水 对但是冰放在碗里面 会有保冰的效果 如果用塑胶带装会更容易融化 那糖水另外的话 他我们测试过了 他是最不容易融化的 所以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克服 对对对 但是还是现场吃最好 对对对对 欸你们这个最早来的客人 是不是一开店就来 是不是有些人喜欢吃早场 欸早场的有啊 就是全面 因为前面刚好有菜市场啊 就是有些婆婆妈妈买完菜 然后顺路回家的时候 就会带碗冰啊 对对对 那年轻人就是吃比较晚 年轻人大概都下午 下午2点过后的时间 你们生意最好是什么时段 一下天吗 大概 嗯 下午2点到5点 就最热的时候 对 不是晚上大家都下班放学的时候 晚上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客人 夜猫子 就是一家人的 那种爸爸妈妈带小孩的 哦 亲子活动 那下午的话大概就学生 或者是朋友那种的 比较多 欸你做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出 什么长相的人 喜欢吃什么料 没有但是我大概 年纪大的 通常都喜欢吃豆类 芋头地瓜那些 感觉比较养生是不是 对那小朋友大概喜欢吃 粉圆汤圆那些 那年轻人呢 年轻人的口味 我觉得他比较喜欢雪花冰比较多 男生比较喜欢刹鞭 女生好像比较喜欢雪花冰 因为比较浪漫 可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女生的部分啊 我在猜是不是有些女生 她会喜欢选一些 比较养生补血 比如说红豆 就特别爱吃红豆 欸会 女生会 可是有些女生也很爱吃汤圆 所以你不会无聊到 开始观察判断 没有没有 因为很忙 没办法观察她 夏天很忙 好我们来最后聊冬天 冬天你们有改卖一些热的吗 有啊 我们有卖 热汤圆 烧鲜草 然后红豆汤 还有糯米粥跟绿豆酸 那些比较传统的一些 这样算蛮多的欸 你光是糯米粥跟绿豆酸就很难煮吧 很糟糕的 对但是 我们也是就是 有固定客人会冬天特地吃这些东西 所以这样等于一整年都在忙 只是冬天可能稍微闲一点点而已 对对对 夏天比较忙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亚庭